因為台南發生十母孩子在過路山被弄死的被狗 所以議會這幾天在警察和交通能救的廣州報告 議員混混就因苦悠的交通總控 這個經驗檢討 律師議會民進黨團宗教 在和首席跨動牌交通安全連帥24位議員連續 希望讓企護壓力 提出人本交通的政策 具體會應對方訴求 現在我更希望所有議會的同仁來回應 來一起來推動這樣的人本環境 我們行人的空間 包括有幾項 我們這一次有提出的幾項 比較實質的 包括道路安全會報 就是答案會報裡面 必須要有我們的議員的席次 這樣有名義的代表 那另外一個是 希望臺灣市政府動用第二億倍金 趕快去把這些行人空間把它改善做好 包括這個護島的部分 行人穿越線 行穿線的退縮 因為我們以臺灣市來講 目前看起來整個狀況 就是行穿線都會坐在那個截角的地方 那車子一右轉或是左轉的話 就很容易馬上逼近行人 所以時常我們看到最近這些鏡頭都會說 警察會開單是因為他的距離不足 所以行人要過去 那車子離行人的距離不足 所以才會導致會被開單 違法開單 所以像這樣的做法 其實本身我們在試的一些交通設施的規劃 就有問題 這些交通設施也有問題 必須要去做改善 在南交通問題原本的生天不足 交通事故上網也絕對不是個案 一定要讓人放棄 讓人家來密佈 調查行情共識共同來努力 將來新聞 觀集 林營庚 蔡宏 播的